世界女排联赛最新积分榜,美国第一中国第八岛一六连败,北京时间5月24日,世界女排联赛第二周比赛全部结束,中国女排1比3布迪塞尔雷亚,在澳门战一胜二负,调至积分榜第八位,美国女排在日本战取得三连胜,强势领跑积分榜,阿根廷女排一场位影,排在积分榜倒一位,巴西女排本周三战三截, 以上升至积分榜第二名,是联赛积分榜是联赛积分榜,澳门战最后一场比赛,中国女排1比3布迪塞尔雷亚队,第一局对手失误太多,中国队抓住机会以25-21先下一局,第二局和第三局,中国队打得很顽强,但无奈对手实力更强,以23-25和21-25连丢两局,第四局塞尔雷亚状态爆棚, 中国队以17-25再丢一局,总比分1比3落败,澳门战中国女排2比3布迪波兰,3比1胜泰国,1-3输塞尔雷亚,一胜二负,失联赛第二周结束,中国队排名积分榜第八位,中国女排美国女排在日本战火力全开,用三个3-0霸气登顶, 首场比赛3-0横扫东道主日本队,第二场比赛3-0血洗荷兰队,送对手失联赛首败,第三场比赛3-0大胜比利时队,失联赛前两周比赛,美国队5胜一负,用四个30,一个3-1拿下5场比赛,唯一一场失利, 首场比赛2比3布迪东道土耳其队,美国女排阿根廷女排最悲催,前两战6场比赛1,场内赢,成为16支球队中,唯一一支还未赢球的球队,排名积分榜到1,巴西女排在土耳其安卡拉战取得三连胜,从积分榜第6名升至第二名,巴西女排中国女排下周将转战香港,与日本队,意大利队和阿根廷一一交涉, 好消息是朱廷极有可能归队,中国对战斗力会更强。